嗨大家好我是Celine 我是Cynthia 今天這一集呢 是我們帶了兩個月的巴黎島整理出來的 沒有 我們分心了 對不起 NG1卡 跟我們今天的攝影棚在朋友家 然後都有兩隻貓 所以他們今天會一直時不時的出現在鏡頭 好我剛剛要說什麼 今天這一集是我們去了 巴黎島玩了兩個月整理出來的攻略 非常的精華 絕對是史上最強 我們真的非常的有自信 自己講 有看我們影片的人應該知道 我們最近就是把巴黎島當成墾丁再去 就我們八月跟Jenny他們 我們那一趟待了二十幾天 然後我們九月份剛開直飛的時候 又再去又待了一個月 所以總共是將近兩個月的時間 然後因為大家身邊的朋友都知道 我們很喜歡巴黎島嘛 然後最近又國門剛開放 然後巴黎島也剛開直飛 所以全部的人都會問我們說 這個問題我真的沒有辦法回答你 因為我們前後大概差不多兩個月 我們還覺得不夠 還覺得還有地方沒有去 超多地方沒有去的 然後接下來會有人問我 那我如果只能去一個禮拜的話 我要去哪一區 完全不知道怎麼回答 因為巴黎島可以玩的東西真的太多太多了 還有非常多不一樣的玩法 就是你可以爬浪 爬浪 然後你也可以無所事事什麼都不做 就是單純耍廢 那你可以住在那種平價但是很奢華感的Villa 就是蠻affordable luxury的感覺 你也可以去叢林裡面做冥想瑜伽 然後你可以去逛很多的印度教寺廟 了解那裡的文化 逛街的話 你可以去逛到很多在地的Local設計品牌 你也可以去逛那種傳統市場 那吃東西的話 你可以吃到小吃 也可以有非常道地的西餐 還可以找到在台灣絕對找到的 超級浮沫海景酒吧 還可以去超級多漂亮的瀑布 我們現在講的這些全部都還在本島 都還沒講到外島去 就已經講不完了 那相信看完這一集之後 你就會知道 你想要玩什麼 你喜歡的氛圍是什麼 你現在有辦法安排 最適合你旅行的地方 所以總而言之呢 這支影片就來拯救 即將想去巴黎島 但是有嚴重選擇障礙的你 首先呢 我們會對巴黎島做一個分區的介紹 再來是針對食衣住行預練 就是美食住宿交通景點 戶外活動夜生活外島 做一個全體的總整理 聽起來真的是講不完 看完之後 你一定對巴黎島 會有一個非常足夠的認識 你就可以安排你的行程了 打趴100篇懶人包 但這支影片 大概會差不多有一個小時 因為內容真的非常多 所以我們在寫完稿之後 就決定要把它分成上下兩集 不然大家可能會看到頭暈很累 對當然我們下集 就是明天晚上就會上 所以大家今天看完上集之後 可以先稍微休息一下 然後明天繼續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趕快開始 首先是巴黎島的每個區域的介紹 那我們覺得這很重要 因為這是你規劃旅行的第一步 你會需要先對不同的區域 有基本的了解 你才可以知道你喜歡哪一區的氛圍 你才可以訂住宿 你才可以安排接下來的行程 不然你就會花一大堆的時間 浪費在來來玩玩的交通上面 巴黎島是印度尼西亞其中的一個島嶼 那它是印尼的第五大島 那它位置是在南半球 是赤道與南八度 所以是熱帶的區域 從台灣直飛過去是五個半小時 我們之間是沒有時差的 我們之間好像講的我們跟誰一樣 我們跟他們之間是沒有時差的 南半球的面積是5780平方公里 這樣數字大家會覺得很沒有概念 但大概是比兩個大台北地區還要再大一些些 其實說大不大說小不小 但是巴黎島很多路很小條車子又非常的多 所以你移動上面會花很多時間 你就想像如果你今天是住在基隆 還是你要去桃園一日遊 然後再回到基隆路 而且是下班時間 對就是那種塞爆的下班時間 你真的是會瘋掉 所以我們會建議你一個區域 就是可以待個兩三天慢慢的玩 那如果你只有一個禮拜的話 我覺得到兩個頂多最多最多到三個區域 就已經差不多了 好那我們馬上開始這些分區介紹 首先是庫塔區 庫塔區算是巴黎島這邊最早形成商業區的地方 那這邊最有名的就是一個衝浪勝地庫塔壁 這附近就有很多的餐廳、飯店跟咖啡廳 還有一區叫做洋人街 然後算是以前很多西方人聚集的地方 所以在這邊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酒吧 以前在晚上的時候是非常非常熱鬧的 但可能是受疫情影響 就是我們上次經過這一區的時候 發生很多店都倒了 或者是這邊的店都很大間 但裡面完全沒有人 之後旅遊復出 這區又會回到之前的狀態說不定 那在這一區可以找到很多賣禁品的店 也有一些比較大的購物 開發比較早的關係 所以目前有點飽和 其實沒有什麼新的東西 你可以想像成有點像是 巴黎島的墾丁大街的感覺 嗯 那庫塔往上一點就是西米安區了 這區有非常多的五星級飯店 度假村跟Villa等等的 它的地位有點像是巴黎島的東區 消費比較高一些些 就是對你也是可以在這邊逛街的 因為它這邊也有Shopping Mode 有非常多的服飾店 選物店 家事品牌等等的 它到了晚上反而會更塞車 因為大家就會湧進這一區 喝酒跟Party 這區整體的分圓就是很熱鬧很多元 你可以選一個高級飯店 整天泡在泳池裡面 你可以逛街購物 然後到晚上就是Party all night 想去哪裡 每一天都有Party可以去 好那西米安在往上一點點就是 Changu去了 也就是我們第二趟巴黎島常呆的地方 超級喜歡 但這一區其實老實說 不是台灣人會來巴黎島選擇玩的地方 因為它沒有任何的觀光景點 就除了在北一點的海神廟之外 那我覺得這一區就是來享受一個 在海島生活比較Life style的感覺 現在其實非常非常多的歐美人 會選擇到全顧這邊定居 或甚至是蓋滴啦 然後開咖啡廳 所以在這邊你可以看到很多 有設計感的小店 或者是一國料理都是非常非常的道地 因為真的就是 義大利人開的義大利餐廳 西班人開的西班牙餐廳 好吃的東西真的是吃不完 那也有非常多Digital Nomad 移居到這邊生活 大家就是早上載著一塊衝浪 滿到海邊 然後下午帶著電腦去咖啡廳 那我們會選擇這麼短時間之內 再去巴黎島 就是因為想要過過看這種生活 我覺得這裡的氛圍真的是還蠻奇妙的 它就是有一種既慵懶又積極的感覺 就是好像表面看起來每個人都在耍廢 每天都在曬太陽而已 但其實大家也都是蠻認真在工作的 還有一個比較可惜的地方是 它的沙質其實沒有這麼的好 它的顏色是比較深一點點咖啡色的 然後沙質也是比較粗 然後有時候有些垃圾 膚怠是那種你可以躺在沙灘上面 曬日光浴的那一種 不熟悉巴黎島的人 可能會對那種旅行社打的廣告 有一個刻板印象 就是覺得巴黎島全部都是那種 藍藍的天藍藍的海白白的沙 但是其實只有西南岸跟離島才是那個樣子 包括我們剛剛講的 Kuta 三明安還有這區長谷 其實沙質都沒有那麼好 這一區的交通 非常非常非常的擁有 對因為這邊路其實真的非常的窄 然後這幾年因為很多歐美人來 所以有一大堆人湧進來這邊定居 但是我們自己是覺得 以這裡的交通規劃來說 其實沒有辦法負荷這麼多的居住的人口 其實蠻多住在船庫的人 現在都打算要移到別的地方 因為受不了這邊的交通 像我們那時候住在船庫 我們每一天都會經過一條 摩托車可以雙向 但是車子只能單向的小巷子 就連騎摩托車你都有可能會卡在中間10分鐘 它是一個通順大概30秒就可以過的地方 對 其實很短但就是永遠都過不了 對所以如果你要來船庫這區的話 除了第一天跟最後一天你要在大健行李之外 這區一律都是 機車移動 就像我為了去那邊 我前一個禮拜狂練機車 不然你真的在船庫是沒有辦法移動的 那關於交通的部分 我們後面會再詳細整理給大家 接下來是機場以南的這一區 其實還蠻多人包括我們自己 還有在那邊認識的朋友 都習慣把這一區叫做烏魯蛙圖 但它真正的名字其實叫做South Kuta南庫塔 那印尼文的話是 Tia Selatan之類的字幕在這邊 那這一區其實還蠻大的 包括了比較北邊的Gimbaran 然後西南邊的烏魯蛙圖 還有南邊的烏山岗 烏高山 烏高山 這個好久 還有東邊的 還有東邊的Nusatua 就再重申一次這些名字 我都不確定有沒有念對了 所以歡迎糾正我 那我們先從Gimbaran開始講起 這一區也算是還蠻早開發的 然後有很多 國際大型連鎖的品牌進駐 包括像是Intercontinental Four Seasons 艾美等等的 那Gimbaran Beach還蠻長的 這邊就是也可以衝浪 可以看夕陽 然後有很多沙灘邊的海鮮餐廳 應該都是這邊蠻大的特色 我們上次吃過的Monega 就還蠻好吃的 那這邊其實應該算是蠻多團Q回來的地方 因為我自己在大學畢業前的時候 就是一整群的人 就來這邊吃海鮮看夕陽 但我覺得整體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Gimbaran 南一點呢 從Babalan Beach Binjin Beach Wuluwatu 再到烏岡上這一區 都是水清沙白 然後我覺得它這邊最大的特色 就是有很多很漂亮的懸崖海景 夕陽非常非常美 然後是很多衝浪客的天堂 但是這邊的浪比較高 也比較卷是完全不適合新手 我們完全不敢去那邊衝浪 只有看別人那些很酷的人 在海上一直360度翻來翻去 那這邊的沙灘有一個小缺點嗎 可以算缺點嗎 就是因為它都是在懸崖邊 雖然很漂亮 可是你通常要走一個 很陡的斜坡才能到沙灘 但我們自己是覺得蠻值得的 因為一到下去下面之後 沙子真的比我們前面提到的地方都還要好 再來往東邊一點的話 是Nusatua這一區 它就是也是很多 國際大連鎖飯店進駐的地方 然後這一區的整體的氛圍會再更輕柔一點 那主要都是飯店的住客會帶來這一區 那每間飯店都會有自己獨立的沙灘跟自己的堂藝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跟 沙灘也有飯店的人維護 對 如果你不想要跟人家人幾人 然後想要一個非常非常輕柔的地方的話 我覺得可以選擇住在這一區 然後我們之前是有朋友說 他在住這一區的時候 他在飯店裡遇到的人是比路上的人還要多的 就是路上根本沒有人 海灘的話也算是還蠻空曠 就他說是可以排到全景獨照的 但我們也不太確定之後會不會是這樣 因為疫情的關係整體遊客都變少 不確定之後不會再更多人 但我自己是覺得住這一區的話 就是不太能幹嘛 就是比較適合那種想要只在飯店 享受一個staycation的人 聽起來蠻適合情侶或是夫妻度日月的 對 也有一些家庭旅遊會去那裡 有些小朋友可以玩泳池 嗯嗯嗯嗯 接下來是完全不靠海的烏布了 因為烏布位在峇里島的中部 那他距離機場大概車程是一個半小時 實際上雖然距離不遠 但是路途還蠻塞的 有時候會到兩個小時左右 對 所以建議大家要去烏布的那一天 記得要提早一點出發 那烏布就是一個很充滿 藝術傳統文化田園 叢林的地方 我覺得給人的感覺就是 很治癒 很放鬆 然後很心靈進化的感覺 很像失戀的人 對 這邊你也可以找到很多很好玩的行程 所以我覺得就算是一個人獨履也OK 不會覺得無聊 那景點的話這邊有蠻多都還蠻有名的 像是烏布皇宮 還有有非常非常多猴子的Monkey Forest 然後想要逛街的話 可以去逛他們的烏布Art Market 可以讓到腿斷掉逛一整天 我們那時候買超級多東西 往北邊一點的話是最有名的德格浪的梯田 然後這附近有很多很多的瀑布 住宿有很多是那種在叢林裡面的Villa 然後非常的私人 還有一個自己的勇士 而且不會很貴 整體來說這區算沒有海邊 但是玩法非常的多元 所以我們自己都覺得還想要再多待幾天 下一個是八里島東岸的土蘭奔跟阿美 如果你是喜歡沉水的人 你真的是一定要安排一天來 土蘭奔的自由號沉船的水廢沉水 其實這裡浮潛就可以看到沉船了 但是我們非常的建議 如果你有水費執照的話 真的要來這邊水費 你才可以慢慢的欣賞這個船體 然後可以鑽進去 它是一個非常新手友善的潛店 然後聽說這邊夜潛也非常厲害 但是我們那時候時間不夠 沉船附近也有蠻多不錯的潛店可以去的 東岸其實還蠻遠的 從機場過去搭車要三個小時 而且這一區基本上就是為了泉水而去的 所以如果你不是喜歡泉水的話 就可以直接skip掉這一區 因為這邊不管是住宿還是餐廳 都沒有什麼特別厲害的想像 但我覺得愛潛水的人真的是必來 沉船真的很厲害 再來就是呢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我們其實還蠻建議大家可以再去 巴厘島的外島 因為我們剛剛有說 其實巴厘島的海灘 並不是美兜那麼漂亮 而且我們覺得 印象中那種廣告水清 沙白的小島的話 其實都在外島 對而且我覺得蠻可惜的是 我們身邊大部分有去過巴厘島的人 可能真的都只去個一個禮拜 甚至有人只去五天 所以很多人都沒有去外島 我們是覺得非常非常可惜 像我們去過的 Nusa Penida 跟 Gila Island 我們那時候都是看到歐美遊客居多 那首先是我們有拍過一整集Vlog的 Nusa Penida 它是在巴厘島的右邊 從東邊的Sanore港口 大家船過去大概是一個小時的時間 就是船班還蠻多的 從早到傍晚都有 它就是很近也方便 所以甚至有些人是會安排Day trip過去的 但我們其實是覺得 一天是完全不夠的 因為島上有很多 雖然需要走蠻久 但是非常漂亮 很適合酒袋的海灘 然後你也可以在島上浮潛跟潛水 如果你還有時間的話 也可以把左上角另外兩個小島 Sanigang跟Lambogang安排進去 所以我們自己會覺得 安排個三天會比較充裕 你就想像就是你住在台北 然後你要逮去去蘭嶼 瘋掉 就是一個浪費時間的選項 對真的要多安排時間會比較好 但是因為是小島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這邊也是住宿跟吃的 就不用期待太多 就是享受海島 接下來是Gili Island 那Gili它本身在印尼文就是島的意思 然後它其實是由Gili Trawang Gili Mano 跟Gili Air 三個島組成的 那它其實是更靠近的叫龍目島的地方 龍目島是在巴黎島的東邊 有點遠 但它跟巴黎島差不多大 然後也是一個很美的地方 很適合浮潛潛水 所以我們下一次很想去的 從巴黎島東邊的碼頭 坐船的話也是兩個小時內也可以到 所以不會太遠 還是蠻多人會從巴黎島過去的 嗯 那它跟培頂達比較不一樣的是 培頂達的中間是山嘛 那旁邊都是懸崖 所以大部分很漂亮的海灘 你是要走一段路 可能15分鐘才會到 但Gili的話它沒有山 就是很平 就是你想像中那種 很夢幻水清沙白的天堂小島 整個島都是被奶粉沙包圍的 那你不管住在哪裡 都是5分鐘之內就可以到沙灘 那它有一個部分很特別的是 它島上非常非常的原始 你在島上是看不到任何的機車跟汽車的 唯一的交換工具的選擇 是馬車跟腳踏車 或者是直接走路 三個島其實真的沒有什麼景點 大部分人去裡面就是 海灘上耍飛 然後或者是潛水 然後晚上就是 Party Party 喝酒這樣 這個是一個蠻奇妙的地方 就是它白天是一個很慵懶的海島 但是晚上變成一個Party Island 蠻特別的 蠻衝突的 所以玩法就會推薦你選擇這三個之中 你比較喜歡的島上 住山、慢火 我們自己覺得是很適合情侶度假 或是一個人去獨履的話 可以選一個hostel去交朋友 嗯 接下來是巴尼島的最北邊 但其實巴尼島的最北 我們只有去到阿貢火山 跟巴多爾火山而已 我們之後其實有時間 還蠻想再去更北一點看過 北邊因為隔著這些山的關係 所以北邊整體的話 就是比較人煙稀少 然後雨室隔絕的感覺 那這邊也保留了比較多的 巴尼島的傳統文化 然後有很純樸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它的概念有點像是 台灣的台東 因為隔著中央山脈 所以整體更純樸的意思是怎樣 嗯 那這區就是很不觀光化 沒什麼開發 但同時就是也比較不方便啦 就是住宿跟餐廳的選項都比較少 然後甚至連便利商店啊 加油站啊 換錢的這些地方都不多 我覺得會比較適合 就是你真的對熱門觀光景點 一點興趣都沒有 然後你是比較喜歡 冒險感 比較喜歡探索未知 或是比較想要了解 當地的文化生活的感覺的人 大部分都是可能 第一次去玩這些熱門景點 才會往北邊走 我們以後也是打算再往北邊去 嗯 好以上就是我們對 發巴黎島的分區介紹 那進來完之後 相信大家對巴黎島 已經有比較大概的概念了 大家也會比較知道 自己對哪一區比較有興趣 然後之後想要安排哪裡的行程 嗯 然後呢我們現在就是可以先中場休息一下 因為實在是有點累 真的錄得好累喔 上集我們就先到這邊 然後大家可以去喝口水睡個覺 下集呢我們會告訴大家 今天介紹的這些區域 那分別適合怎麼樣的玩法 包括住在哪裡吃什麼 有什麼景點 有什麼空外活動 然後還有如果你想要衝浪潛水爬山的話 我們有什麼建議的選項 那我們就明天晚上見 掰掰 好那在結束之前 一定要記得訂閱開鈴鐺 然後留言告訴我們 然後我們提到這幾個區域 你最喜歡哪去 然後是為什麼 對 然後記得把影片分享給你所有 想要一起去巴黎島的朋友 好下集影片見囉 掰掰 像我這邊還沒累的話 可以先去看我們其他巴黎島的影片 掰掰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你在這裡一下下 他不要 他不要 拜託 好那我摸 我摸你 好 繼續 怕大家太無聊 所以我們找一隻貓來 欸你開始了 開始了啊 好了再一次